我手上拿的這個就是熱蠟 手上在用的這個就是熱蠟 熱蠟除毛 可以讓你DIY的熱蠟除毛 我們的主推商品是熱蠟除毛 我們家是以熱蠟除毛取家的 然後再延伸發展到我們從頭到尾的保養品 所以是這樣子的喔 如果你有熱蠟除毛的需求 你還不知道說我可以自己在家裡DIY除毛的話 那你就落伍了 因為我們已經賣了3萬多套子出去了 這個項目也是巴黎小姐的王牌熱蠟除毛 裡面的商品全部都是針對每一個人 可以適合在家裡DIY所設計的 適合在家裡DIY所設計的 用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簡單就可以讓你自己在家裡DIY除毛 這個是我們家的王牌 那也不要說因為是冬天啊 所以覺得說我現在不需要除毛 但是如果說你現在冬天呢 我們其實冬天也沒有很冷對不對 冷個幾天點等一下又熱了 所以我們的南部朋友很多都還是穿短袖短褲 對不對 那女生來講的話呢也還是可以穿短裙啊 那如果說你身上的毛毛還是偏多的話 冬天當然還是需要除毛 而且冬天除毛是一個好時機喔 你今天在冬天這樣除除除一次兩次三次 到夏天的時候 蓋露腿的露手的 還有舉露腋下的喔 你要健身運動的哪邊要露的喔 那時候都已經變很少 毛量都變很少很少了 所以其實是冬天是很好的一個除毛的時候 準備就緒 好 我們現在線上有400多位朋友喔 蝦皮還有嗎 有 OK 那我今天呢要推薦給各位朋友們 一個新的產品 這個產品叫做液態照 很多朋友肯定不知道這個名詞 從來沒聽過 這個液態照它很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它很囉嗦 很囉嗦的液態照 這個囉嗦到工廠不願意接單 你知道嗎 工廠不願意接單 因為它的繁複的程度呢 就跟你做手工照一樣 它叫做液態照 手工照就手工照啊 香照就香照啊 沐浴乳就沐浴乳啊 慕食就慕食啊 怎麼還會有這個名稱的出現呢 怎麼還會有這個名稱的出現呢 對不對 所以今天呢我一定要讓各位認識這個液態照 液態照非常的傲嬌 他非常傲嬌 他必須要鑽人 人工在旁邊顧他 這樣各位知道多麻煩了嗎 所以工廠不願意接單啊 所以你在市面上如果說像有教手工照的 或者是手工慢慢做的產品來講的話呢 他才有可能願意玩這個液態照 因為呢液態照它有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說 他洗的時候呢 他不會 他的洗淨程度是強的 但是他讓你的皮膚是不乾澀 反而是保濕的 大家對於洗淨力強的一個概念 都會覺得說 就像說我們洗去很多的油脂之後 反而我們的皮膚是要乾乾澀澀的 可是我跟你講液態照它不是這樣子 這罐液態照裡面呢 它裡面含有最 橄欖油 72%的橄欖油 它是用第一道萃取的橄欖油 加在裡面的 還有添加了一些護膚的保濕成分 還有添加一些抗菌的保養成分 我等一下一一說明 所以呢 在我們這個液態照裡面呢 尤其現在是疫情的時代 很多產品呢 要加一個抗菌的東西呢 是要多很多錢的 因為它不是酒精 它不是酒精 它裡面沒有酒精 沒有酒精那一種 會刺激皮膚的那一種東西 酒精本身有消毒功能嘛 對不對 可是液態照裡面幫人家的抗菌 這個是我們產品厲害的地方 然後它又是人工 一定要在那邊顧的 所以呢 沒有工廠 那個生產線要接的 太囉嗦了 成本太高了 它除了溫度要控制好之外 然後呢 它在凝固的當中 你又不能讓它 凝固的太多 太硬 太軟 軟硬 太軟 都不行喔 我聽他們在講 我都一定覺得 我也覺得好累 真的是很傲嬌的一個 液態照 然後呢 它的 硬度差不多了之後 要趕快呢 人工在旁邊確定好了 顧 顧了幾個小時的東西之後 趕快去 可以再添加什麼的 再加一個成分 又可以再加什麼成分 這樣子去攪拌 你知道嗎 光那一台機器喔 光那一台機器他們在講說 那個是一個很大的耗水 所以說他們的成本很高 所以相對的 我們今天推出來的話 這種價錢我都覺得已經很意外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沒有通過任何的通路 我們直接呢 在賣場上面就上架了 沒有再通過什麼廣告費啦 還有什麼明星代言啦 所以直接把我們的工廠價呢 直接回饋給各位 就是這樣子 好 所以呢在今天的液態照 我們的系列有分成沐浴的 洗澡用的沐浴液態照 還有洗手用的 洗手慕斯的液態照 我等一下呢會 兩個都一起跟各位做說明 那我直接先給各位價格 今天液態照 新品上來 我讓各位使用 你們要用過之後 我保證你回不去 我有這個把握喔 來洗手慕斯 洗手的 還有沐浴的 洗手大瓶 499 原價 這個原價齁 小瓶的話是 199 今天在直播的時段呢 回饋給各位 你們一定要用過 用過之後你才知道 什麼叫做好的洗劑喔 直接先給各位價錢 大瓶的499不用 我剛剛是給多少 299 很誇張 直接砍蛋299 小瓶的169 直接先給各位這個價錢 要的朋友直接刷起來 自己加一 自己加一之後截圖 再把你在直播拿到這個價錢 等一下你放過購物車 然後把這個圖截下來 給我們的聊聊小幫手 他才知道說 你是用直播的價錢 不然他不會讓你 上這個價錢喔 好不好 這個液態照來講的話呢 來 分成洗手跟洗 洗澡的 洗手的那個杯子拿來 杯子 我剛剛那個杯子 玻璃杯 洗手它裡面呢 有馬告精油 有非常多的精油 很香 然後這一瓶呢 它的罐子是好的 這個鴨頭 這個鴨頭是好的 它能夠打出很綿很綿的泡泡 很綿很綿的泡泡 所以這個瓶子你不要丟 接下來我們會出補充的 補充包 補充包你這個瓶子 可以繼續使用的 那你們可以看一下它的泡泡多綿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很綿 對不對 當然用量不用很多 我們洗一雙手大概一下就行了 我現在擠非常多 那在現場你可以聞到好香好香的精油味道 真的好香 對 它是精油 它是精油 它不是香精 好不好 所以精油來講的話呢 你才皮膚比較不會過敏 好 所以像這一個液態罩來講的話 如果你是本身有富貴手的 有富貴手的 皮膚會乾裂的 乾癢的 你一定要用這個洗 洗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知道它是多麼的保濕 非常的保濕 所以你才不會在那邊又乾裂又癢 因為它有很多的乾淡油在裡面 幫你整個做保濕 但是它不是油 它也不油 等於是說我剛剛 你今天洗手洗了10次 我跟你講還是一樣非常的保濕 濕濕潤潤的 好不好 就是這樣的效果 所以沒有用過的朋友們 你一定不知道什麼叫做液態罩 就是這樣子 我們今天把它開發出來 工廠覺得很囉嗦的 他說不要怕我們賣太多 怕太囉嗦了 好 所以這一品來講的話呢 是MPB巴黎小姐呢 跟GMP工廠合作 還有大學合作開發出來的液態罩 這個液態罩如果說像本身 我剛剛講的你有貴手啦 皮膚乾癢乾癢的這些朋友們之外 如果有孕婦還有小朋友呢 最最最適用 最為適用的孕婦小朋友 像小朋友呢 他是常常呢 手這邊摸一摸 那邊摸一摸 然後抓個東西就往嘴巴裡面 塞 那家長呢 看到都很害怕對不對 然後又要拿酒精呢 去消毒那一些東西 怕他吃了什麼細菌進去 可是呢 在那些玩具上面呢 噴了酒精之後 你覺得小朋友 再拿到嘴巴裡面吃 你會安心嗎 肯定不安心 因為小朋友吃的是叫做酒精 是酒精喔 那個是化學的酒精 小朋友要吃你肯定 不敢讓他再吃 所以呢 像我們出的這個洗手 慕斯 還有沐浴液態照來講的話呢 這一瓶是沐浴的 這個你可以拿來洗什麼 洗小朋友的玩具 玩具都可以洗 還有小朋友的餐具 或者是他用的那些餐具 奶瓶這些都可以洗 因為他是天然的 你就放心 來洗這一些 你要用的一些 一些器具上面是安心的 所以呢 今天洗手有分大瓶跟小瓶 大瓶的話 你可以放在你的流理台 還是浴室裡面 各放一瓶 那小瓶的話呢 就可以讓你帶出去 帶在包包裡面 他非常的輕巧 但是呢 因為是洗手慕斯 所以說他用量也不會用很多 我這一瓶呢 目前在用來講的話 我已經用了差不多兩個禮拜了 我已經試用兩個禮拜 分量還蠻多的 其實他只要壓一下 他分量是夠的 我們洗雙手是夠的 這一瓶讓你帶外出 如果說你本身來講 像我們要出去外面洗手的時候 出去外面逛街 去用餐要使用人家的洗手精的時候 很多的餐廳他現在是 不大提供那個洗手乳耶 他們不提供洗手乳 你知道嗎 很多地方他現在不提供洗手乳 這個東西 他只有清水讓你清洗 有沒有 那我們自己隨身那天包包 待平這個洗手慕斯 你就馬上可以拿出來做食用 洗完手 沖完之後 裡面有抗菌的成分 幫你做好我們的那個 我們這一次的一個疫情的保護 疫情來了 疫情來了 這個也是幫我們做一個保護 讓你的手洗完 是讓你很放心的 你不需要再噴酒精了 洗完之後你其實不用再噴酒精 噴酒精呢 只會讓你的手是越來越乾燥 越來越乾裂 尤其是富貴手的人 他噴酒精是非常的痛苦的 所以呢 你讓他用這一罐 我們的洗手慕斯 液態照的洗手慕斯 他就不用再噴酒精了 而且呢 就起了我們的抗菌的一個保護作用 所以在外面呢 疫情時代呢 大家隨身帶一瓶 你自己用也好 家人用也好 你的另外一半 你的家人要保護好 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要帶這一瓶 外出使用 這個光是洗手的 就這麼厲害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洗澡的 洗澡呢 液態照也是這樣子 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裡面就是液體有沒有 液體的 液體照喔 液體照喔 一般香皂是不是 大家認為它是硬的 硬的一塊香皂 對不對 墨浴乳呢 就是乳狀的 對不對 那你有看過這種水狀 液態的 皂嗎 它就是液態皂 你們絕對沒見過 很多人大概都不知道這個東西 好 奶嘴可以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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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墨浴液態照呢 本身呢 它裡面有薰衣腸精油 所以你在洗的時候 你可以整間的浴室 都可以聞到那種薰衣腸 很放鬆 很高級的薰衣腸味道 它是高級的精油 它不是香粉 不是香精喔 所以是整個浴室都很香的香的那種 嗯 SPA的那種薰衣草味道 非常香 像我自己呢 已經用這個 已經用了兩罐了 我從它試用 在開發的時候 我就開始洗 那當然現在上市了 我更需要洗 我已經用了兩罐 它的用法呢 就是你可以把它呢 擠在我們的那個 沐浴球上面 洗泡之後呢 往身上揉 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幫我們一起去除老化角質喔 這個沐浴罩喔 它是可以去除老化角質的 如果像我們身上啊 很多五垢啊 油垢啊 那一些喔 洗不掉的 它可以幫我們洗得乾乾淨淨 重點是洗完之後 它不會讓你乾涩 不讓你乾癢 你反而可以磨到你自己的皮膚 是非常的濕潤的狀態 濕潤的狀態 非常的清爽 而且呢 因為它的泡泡呢 它的泡泡上來之後 沖洗非常好沖洗 你不用沖很久 基本上呢 沖一沖就已經沖乾淨了 而且對環保是有幫助的 它裡面是天然的東西 也是幫助環保的 一級數的 好 所以今天呢 今天有心底上市 這個沐浴液太皂 今天推薦給各位 你還沒有用過好的液態皂 你不知道什麼叫做液態皂 你可能還使用傳統的手工皂 或者是傳統的沐浴塗 那一些你就先擺在旁邊 你可以帶一瓶沐浴乳 沐浴的液態皂回去 你就知道什麼叫做 真正的洗淨力好 又保濕的產品 然後如果像身上 有一些粉刺痘痘 這些朋友們喔 那一些污垢 怎麼講 就是你容易有流汗 流汗呢 然後呢卡了一些髒東西 所以開始有粉刺痘痘的朋友們 你更是要使用它 它幫你的毛細孔那一些 老化腳髒東西 這個型的乾乾淨淨的 甚至呢我還拿它來洗臉 我拿來洗臉 當然要卸妝啊 卸完妝之後呢我拿它來洗臉 哇我跟你講 它比洗面乳還來得保濕 我是這樣使用的齁 你們要試用這樣子也是可以的齁 除了洗身體之外 我還拿來洗臉 你們可以試試看 這種感覺也是很好的 重點也是洗得乾乾淨淨之外呢 它不會讓你的皮膚緊繃 不讓你皮膚的緊繃 好 所以今天在直播間當中呢 我們就是給各位朋友 新品的上市體驗獎 原來是499的大品 全部下山299 你要直接再寫說 我們呢直播的價格 你直接打在螢幕上 然後你做截圖好不好 做截圖呢 我們才會有給你這個直播的價錢 299打起來 大品的299 或者是你要大品跟小品 同同要的話 也都OK喔 299跟169 同同讓你帶回去 新朋友們 很多朋友們不知道 我們APP8的小姐對不對 所以左上角 關注趕快按起來 新朋友 關注趕快按起來齁 請問最晚何時結帳呢 我們今天呢12點以前 12點以前 連同我們的購物車折價券裡面呢 都可以一起使用 購物車裡面又點進去 有折價券 有那個250折40 110折30 這個折價券可以一起使用 等於是幫你省運費 最晚的話呢 今天12點以前 這個是我們直播當中的 給你折扣券的一個實相 在今天的12點以前 最晚一起結帳 所以呢 等一下呢 就是給各位方便啦 在直播當中 你可以用這個直播架來購買之外呢 如果賣場還有其他的東西 你可以一起加入購物車 但是記得要截圖喔 記得要截圖我們有這個價錢的特價的東西 直播架要截圖截起來喔 讓你在賣場裡面的東西一起買好 然後呢 再來有什麼 蝦皮電道店 大家有沒有使用過蝦皮電道店 蝦皮電道店喔 哇真的是超忙的 大家有沒有去用過 有沒有去那邊領貨過 我真的是領教到什麼叫蝦皮電道店 你被爆倉整個爆倉 哇 誇張 蝦皮電道店呢 也可以幫你省一些